演唱. 巨大獎 很漂亮 猪網戶商 了來林砍風 強強進擊 這個獅吼弓挺進決賽 熊羊說一個結局 打亂的節奏 瘋狂的喊聲 拿到三個賽末點 回到這個火線人試驗三角球分戰賽 那現在在這個畫面上方的是 一樣是我們藍藍兵旋風來自台大物理的 那畫面下方的是我說的都對 那他們有這個三個來自輔大選手 還有一個是國北較大體育系的黃家賢 這個 哇 又來一個 哎呀 可惜 掛跑 可惜 來 冰雷風 這個獅吼弓 現在丟死了 啊 這個差一點 打在網袋上 又來一個 獅吼弓開始奏效 最後球的殺球 漂亮 吳承葉這個出色的發揮 吼回去 你知道以前那個啊 那個什麼 日本有一個乒乓球選手 那個什麼 張本志和嗎 就是一個很年輕的 然後他那個很愛吼 每次打贏都要吼一下 對 然後後來有一個歐洲選手 跟他對吼話 結束了 你們的對名叫做是 一日不讀書 整個人鬥不對 所以每天都愛讀書 不是嗎 對 一天不讀書 整個人就不對 那你幾天 所以你今天有讀書了嗎 今天還沒有 所以今天還不對這樣 對 今天裝還不太對 那你們對這個比賽 有沒有先準備 沒有 那我們剛剛有列一下啦 對啦 我們目標三萬塊 我們已經在想三萬塊怎麼花了 三萬塊是吃個燒肉 那你們對隊友之間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嗎 你們可以強一點嗎 那你們最後有信心多快 肯定的 肯定 兩個校隊 輸不了 歡迎來到火星人試驗三小球分戰賽 我是主播黃成軒 那現在這個畫面上方的是 A組第二的藍藍冰旋風 畫面下方的是這個 D組第一的 一日不讀書 整人都不對 對 那他們現在在紫骰子 決定 誰先發球 40比數 還有兩個賽點 對 楊智元的發球 哎呀發球失誤啊 這個 冰旋風似乎有一點 這個得意忘形 感覺有點危險 他們這個 漂亮的抽球 桌球接機漂亮 哇 這個角度 奧了 哇 連桿兩分 一日不讀書 這韌性很強啊 在這個瀕臨淘汰邊緣的時候 連得兩分 現在這個最後一個賽點 這個很關鍵 不知道 能不能把握住 哇抽球 這個強勢 在這種時候還能這樣抽成這樣 真的 熊陽碩的機會 放了一個 桌球 藍藍冰旋風 晉級 哇 恭喜藍藍冰旋風 勝利的入口 沒有打到球 這一場真的是很膠著啊 這個 藍藍冰旋風 最後這個 反手掉球 哇這個 4比2拿下比賽 你看陳凱君的乒乓球還都飛出去了 最後這個反手位 對 乒乓球要接反手真的是不容易 他這個都 球拍都甩出去了 對 太厲害了 對 好 恭喜藍藍冰旋風晉級 好 那我們下一場比賽會是 是巴勒隊西四美 OK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好 請問你們是什麼隊名 巴拉 對 為什麼要叫巴拉隊啊 這不亂取的 因為我之前有來過 火星的試驗 然後那時候也是取巴拉 那你們這樣練習的心得的感想是什麼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 三小球是怎麼樣 對 就有發現 與球拍比較難控球 然後 黃球拍跟蘇頭拍 比較 比較吃香 就是 他可以炫球 然後也可以 然後也不要打過去 1 2 3 加油 好 歡迎回來我們火星人試驗三小球分戰賽 那現在呢 場上是半決賽 是這個 由藍藍冰旋風 要來對陣我們的巴勒 對 那這個巴勒 是三個來自台北醫學大學 牙醫系五年級的學生 對 分別是謝浩應 湯永靖 還有王崇漢 對 那這個另外一邊的 藍藍冰旋風 是來自台大物理系的三個學生 對 那其實這個是 很有趣 兩邊都是同一個系的 應該都默契不錯 哇 這很深啊 欸這球可惜了 王崇漢這球有點 太急於搶攻 這個沒有打準 就是噴了 就失誤 這就是那個 進攻的困難 其實進攻是很容易失誤的 對 如果大家有機會自己在家 試打三小球 就是或是 就是就會知道說 這個進攻是不容易的 對 哇 藍藍冰旋風 振奮的拿下這一局 哇 1比1 避了出手 嗯 讓對手 不知道他的炫 你看 哇 哇 這個 這球 有人要挑戰 蛤 哇 這球 直接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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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是判出現 繞柱球是有效的啊 不是不是 他裁判是說這球是進了 但是那個 藍的冰旋風回了一個繞柱球是有效的 因為繞柱是合法的 對對對 剛剛是漂亮的繞柱球 哇 對 對 就是 網球規則是可以繞柱的 哇 所以這個是 本場的第一個繞柱球 第二個 剛剛其實前面有一個繞柱 但前面的繞柱沒有那麼生意 從上面繞過去 對對對 這個是從下方的 對 他直接從側邊 你看這球 哇 直接從側邊 哇 對 繞柱球得分 哇 這個很漂亮 哇 藍藍冰旋風這邊 打出一個氣勢 打出一個氣勢 靠著這個繞柱球 打出了一個氣勢 哇 現在巴勒 可能要叫個暫停 這個 欸 那個 對 可是這個分數為什麼是現在 應該是30比0 我要說為什麼現在是82比1啊 剛剛不是冰旋風拿下的局 還是沒有 我 我誤會了 欸 欸 沒辦法 抓槍吧 沒有 他拿我 欸 等一下 你先撥我去問一下 共交 還有聲音怪怪的 再換一顆球 再換一顆球 謝謝 好 我們又要再換一個球 結果 一哥署 快到 冰旋風拿下這一局 確認過沒有問題 現在是2比2 非常的激烈 沒進 一個扣殺沒進 現在巴勒陷入一個亂流 現在是巴勒的網球派的發球局 真的是陷入一個亂流 真的現在冰旋風一直在用四吼攻 進了進了 他二發還這麼刁鑽 這個挑的漂亮 長球 抽球的機會 網球的互抽 出界 哇 冰旋風現在 好險沒碰到 嚴得2分 剛剛巧妙的閃過 0比30 梁志遠的長城抽球 造成了對手的飛碩破性失誤 哇 這個反拍漂亮 又是梁志遠的回球 造成了對方的失誤 南南冰 冰旋風現在整個氣勢起來了 對 你看他這個揭發的氣勢 反拍雙手 非常的穩健 長球 哎呀可惜掛網 15比40 巴勒喘了喘了一口氣 巴勒喘了一口氣 巴勒現在這個湯永進的發球 這個現在是關鍵啊 這個 這個 局點 過了 對抽的機會 哇現在網球拍了對抽 差一點 冰旋風壓制 拿住的這一局 輸了這一局啊 冰旋風拿下 3比2 現在是換冰旋風 應該是梁志遠的發球局 很關鍵 對 這個如果再拿下 4比2就gain了 但是如果是3比3 哎 就要各拍一名選手 來打搶7大戰 哇這個現在非常的刺激 路可你覺得巴勒能不能挺住啊 等一下防守 我覺得現在他們氣勢真的是很弱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進行一些調整 但他們有這個呀 王重漢的這個羽毛球的攻擊 我覺得不是球技的問題 是他們 心態能不能調整過來 現在感覺亂亂的 所以他們在抗議這個施吼攻對他們造成影響 那這個按照比賽規則 這應該是沒有被禁止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要反制就只能吼回去吧 對啊對啊 應該是可以喊的 我去跟裁判講一下 好看起來沒有問題 看起來沒有問題 這個發球 這如果規定比賽不能喊叫的話 我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那個網球之前那個沙波蛙 不是就以喊叫出名嗎 對 因為我們是以對 因為我們是網球規則嘛 當然要可以喊叫 我知道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不能在過程中喊叫 就是之類的 就是 就不能在對手接球的時候喊 因為你是自己接球的時候發力嘛 但網球也是在 你自己接球的時候喊 沒關係 沒關係 現在冰旋風暫時領先 好優勢 因為你可以不進攻 好現在我們是賽末點 來用冰旋風 發球失誤 來冰旋風賽點 就是來互抽的時間 這換桌球 漂亮的抽球 就是要敢抽 再來 漂亮 哇 這個抽出風 桌網戶抽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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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冰旋風 這個全空晉級 對 這個絲喉公 挺進決賽 挺進決賽 恭喜來人冰旋風 4比2拿下這場比賽 果然這個台大物理這個是傳統禁旅 他們拿過三個亞軍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再添一座 欸 很開心喔 那今天請問提亞 你們是什麼隊名 我們太整齊了 我們再一次喔 一二三 那你們這次比賽前面 有沒有先做什麼樣的練習 你們這樣練習有沒有什麼新的 很丟臉 很丟臉 今天是你們叫什麼隊 藍藍冰旋風 這個隊名蠻特別的 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是我們一個朋友 他在感情上遇到一些挫折 那這個挫折來源就是跟冰旋風有關 然後我們就會拿這個東西來取消他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叫藍藍冰旋風 然後希望他可以跟我們一起 在這個地方同樂 然後讓他趕快走出這個悲傷 那你們對這個比賽啊 有沒有先前有練習過 呃沒有 沒有 我們的戰術就是交給宇球Carrie 和他 因為我是校隊的 宇球校隊 宇球校隊 他是全國賽前幾名的 沒有啊 一組啊 要瞎扯 那你覺得今天可以打到第幾名 第一啊 第一啊 可以喔 所以有信心國冠 其實我剛剛在想到 比哪一隊打 哪一隊可以跟我們搶第一 找不到 對 來到我們火星人試驗三小球分身賽賽 現在最後冠軍決戰 即將要開始了 有我們的這個 畫面 就是有我們的這個 藍藍冰旋風 要對上 歐一歐邁愛 對那這個 剛剛這個 歐一歐邁愛 是這個 一路小組第一挺進 就是到目前為止 一場都沒有輸過 來自這個 台大生攻系 跟這個 法律系的組合 然後這個 就是 藍藍冰旋風是 台大物理系的禁旅 曹統發完球 直接上網 現在是網球手互抽 欸結果熊陽碩 一個截擊 哇 熊陽碩的這個截擊很犀利啊 這個 這個齁 真的你要趕截擊齁 就有優勢 對 哇 藍藍冰旋風拿下這一局 藍藍冰旋風 飽發3比1了 等一下他的網球拍發球局 就有機會直接拿下比賽 關鍵 哇 他們開始屍吼弓了 藍藍冰旋風 開始了他們的屍吼弓 之前被抗議的屍吼弓 對這個 這個 可能真的物理系 對這個乒乓球的掌握比較好 可能是有一些流體力學的考慮嘛 這個是 對還有這個跟球拍摩擦的時候 對 就有很多的物理在裡面 嗯 我一講完 他們就失誤了 你看 這個這個 不能亂誇讚選手 一稱讚選手 選手就失誤給你看 對 我們要用 對台大物語的稱讚來這個 影響比賽 對 你看這個梁智源的抽球非常的穩健 對 應該是互抽時間 對 哇 哇 連續的抽球失誤 連續的稱讚 對 連續的失誤 對 梁智源其實齁 他是很有實力的選手 他之前在火星人試驗的最終試驗 也有殺入最後四強 對 是這個實力派的選手 進 哎呀 這個激烈的對抽 哎 熊陽壽 哎呀 關鍵失誤 哇 這個現在 精彩了 這個 當然冰雪峰面臨兩個破發點 哇 這個如果這一局被 如果這一局被這個歐用媽媽拿下的話 這個比賽就有看頭了 出界 哇 這要雙霧葬送嗎 現在梁智源的發球局 哎 這個 最終試驗四強選手的發球 對不對 關鍵時刻 哎 發進了 哎 現在對抽 哎 跟這個 李彥廷進入對抽的環節 網球拍的對抽 哇 真的兩個網球拍的對抽 大家都把球打得很高 要避免被截擊 帶了一個切球 哎 哎 熊陽壽一直虛晃 呵 這個是排球裡面的陽宮 他們可能有一些排球的 戰術 哇 這邊對抽很激烈 這邊 李彥廷一直把球高調 避免被截擊 哇 這個兩邊真的是 很激烈啊 網球 互抽時間 對 對 這個李彥廷的高調球相當的穩健 哇 這個球真的是多拍來回 這應該是今天 來回最多次了 哎呀 果然 Oh my 這相持的能力 哇 真的 Oh my 真的是相持很厲害 那種納達爾的球風啊 這個 超過20拍的來回 就一定能拿下這種感覺 好 現在輪到我們 OEOMI最穩的李彥廷 發球局 對 他的網球拍發球局 如果拿下這局 我們就進入冠軍搶七 對 就會很激烈 對 熊陽壽的階級 嗯 李彥廷 哇漂亮的階級啊 哇這邊王洪文 漂亮這個切球 哇 那個高調 李彥廷的穩健的高調球 現在都要來回這麼多次 對 現在都是穩健高調路線 李彥廷不斷的用高調球 跟對手耗 欸 哇 這個球這樣還能救回來 哎呀 哇 這個球漂亮啊 熊陽壽的 熊陽壽的 連續的 高 高水準的演出啊 這個 這個 熊陽壽剛剛好幾個空中拉桿之後 對 拉桿之後 在失去 平衡的情況下 還是把球截盡了 哇 這個運動天賦真的很驚人 看這個李彥廷這個 歐幽邁這邊 這個穩健的抽球 又是這個網球相識 對不斷用高調球 跟對手 進行這個馬拉松賽 對 熊陽壽在這邊真的是 滿具殺傷力的 隨時都會幫你來一個結集 對 但是李彥廷的抽球是很穩的 對 你看 這個熊陽壽結集失誤 哇 15比15 這個李彥廷的這個網球拍 真的是很難被攻破 真是 太穩了 他這個每一球幾乎都是能打進的 對 很像是納達爾 對 真的是有納達爾的風格 後場抽球 對 後場抽球 對 我們好像真的不能稱讚選手 一稱讚就失誤了 對 趕快來稱讚這個 台大霧營 梁智源這邊 這個 雙手反拍 非常的精銳 對 你看他的這個姿勢 看一下他的正手 哦 打了一個高調 現在是王虹 哎呀 這個 雨球拍一碰球就失誤啊 現在 冰旋風拿到了兩個賽末點 冠軍點出現 冠軍點 兩個冠軍點 我們期待這個 能不能恭喜籃籃冰旋風 恭喜台大霧營系獲得冠軍 終於拿下冠軍 終於拿下冠軍 對 就在這一次 台大霧營系的第一個分戰賽冠軍 進了 哎呀 守住第一個冠軍點 李彥廷的抽球 對 打在熊陽碩的身上 對 歐優能不能再守一個冠軍點 我們要準備 恭喜台大霧營系 恭喜籃籃冰旋風 對 我們準備 隨時要恭喜籃籃冰旋風 漂亮的一個抽球式的發球 恭喜籃籃冰旋風 獲得這次 火箭的試驗 三角球分戰賽冠軍 來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